今晚,广州恒大光宣封阁王级华语球员布雅宁和韩国中央乔治珠加盟球队,正外球队新赛季一共光宣了八明星人,其他列明分别是雷士航、吴小聪、高整义、张欣雷、游宇宁和何超,还随着星人加盟,就意味着有球员要离开。 其中外员阿兰、杨律生、张承宁和何小健等,都已经确定离队,如今,广州恒大又有远名球员移开球队,就是杨超商和鞠峰,而新赛江则是上赛季进入中甲联赛的长春状态。 其中,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人特录,杨超商为免费转会,鞠峰则是封界加免费买弹的门式加盟, 他们应该是最为何超商与的一部分加盟状态的。 前段时间,在何超商与广州恒大之后,有媒体爆出长春怨态除了得到一份现金案,还可以从广州恒大那里引进阳明球员。 现在最为交易的球员联选,杨超商和鞠峰阳明球员已经浮出水面,新赛季携手加盟长春怨态真正真假联赛。 上赛季,杨超商和鞠峰都在中插异队队联赛踢球,并没有入选过一线队,其中离去鞠峰。 杨超商还有参加过中插连赛,现在加盟长春怨态之后,两人都有让在中角获得出产机会。 排除杨超商和鞠峰外,广州恒大接下来还会有球员离队。 前赛的离队球员包括了郑榮、徐欣、仁浩、邹正、张文昭和王胜远。 在广州恒大的遇到明明当中,郑榮、徐欣、仁浩、邹正、张文昭和王胜远都落选。 近期是俱乐部已经通知他们离队,其中,仁浩和徐欣的新宿江,在媒体办官的球队是武汉卓来,也就是李铁所执交的球队。 现在连新赛季转会窗口关闭还有一张所谓的时间,接下来这些全在离地的球员未来都有最终的结果,也不排除没有找到合适宿江。 新赛季也会继续留在广州恒大。